这两天在美国旧金山的民众可能很难搭到当地知名的缆车 因为旧金山公车局的员工集体请病假 是真的大家都生病吗 其实并不是哦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 联系给记者詹许荣 好主播旧金山公路局的员工怎么会一起生病呢 原来是有劳资纠纷 因此新奇有大批的员工请病假做无声的抗议 导致公车局的服务严重受到阻碍 巴士跟轻轨列车的服务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大约600辆巴士当中只有大约200辆正常的发车载客 就连旧金山知名的缆车服务也停摆 整个公车系统都出现严重的延误 上班族很无奈只能够找其他的方式来上班 而这起纠纷起因于公车局最近提出新的合约 但工会表示这是一份不公平的合约 因此请病假的方式来展开罢工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何时会恢复健康 以上就现场状况主播